第二个问题是,看观世音菩萨视频,世尊多次说要一切众生,包括讲法时对菩萨也说,要多礼拜观世音菩萨,供养观世音菩萨,功德不可思议,福德不可想象。 视频中,吴敬义菩萨当即解价,应洛请求观世音菩萨收下供养,观世音菩萨起初不收,世尊对观世音菩萨说,观世音菩萨应当怜悯众生,收下供养。 弟子感觉那不是洛应,而是无尽,无尽异菩萨的功德,因为影片中说那个,应洛价值百千万,请问师父是这样吗? 是这样的,因为实际上呢,大家用最真诚的一个心去供养观世音菩萨,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呢,我们大家用很崇敬的心,很多人为了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,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请花,请了最喜欢的花来供养菩萨, 就是用一颗最真诚的心啊,所以菩萨都能感受到的,所以像这种都是修到比较好的,所以当你一个人,用自己真诚的心去供养一个人的时候,这个人一般的,人家都是不收的,但是人家收下来你的心意,实际上就要帮你担很多业的,明白了吗? 哦,明白了师父,那么师父,当我们以哪怕一袋一块钱来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时候,是不是把我们过去的微不足道的福德,汇集到观世音菩萨那里,和观世音菩萨无边无际的功德聚集起来,从而让我们得到百千万倍的回报呢? 你这个叫做生意,你这种思想是,是小农经济思想,这个是完全是狭隘的,听得懂吗? 嗯,你比方说你现在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块钱,你嘴巴里这么讲,你要看的,如果这些人穷得来的饭都吃不下,他能够有一块钱,他供养观世音菩萨,他就是能够有百千万亿的功德,听不懂啊? 嗯,如果你今天要负责来流油,你供一块钱,那就叫吝啬,那就叫小气,听不懂啊? 听得懂啊,啊,呛病啊,感恩师父,感恩师父,啊,那当我们行善,说好话,啊,生善念的时候,我们就是在以整个身心供养观世音菩萨,所以说身口意的供养为大供养,也就是说,当我们有一点点功德,如果顾着自己, 怕功德用掉,其实功德真的很快就没有了,而我们以这个功德供养观世音菩萨,可以让我们身心转换,得慧命永存,是这样吗,师父? 应该是这样,但是呢,这是指,当你有一定的功德的时候,你才能这么做,当你一点功德都没有的话,举个简单的例子吧,人间的例子,你一听就明白了,你今天家里有点坍存的,剩余的钱, 你可以付到那个银行里去拿利息,对不对啊,可以和互助社里面去,到时候大家分红,道理是一样的,明白了吗,但是问题你现在连家里饭都吃不下,你说你这钱怎么拿得出来啊? 谢谢大家